他叫卡尔 是一名顶级的意外杀手 今天的目标 就是这个走路 也得绷着瓶子喝的丧标 他喝得栽冷的回到家中 迷糊的抬头一看 却发现了一块价值千万的金镖 搬个小凳子伸手就去拿 却突然被一根麻绳子 咔嚓一下套住了他的大脖子 脚下一顿挣扎 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 就好像喝了半斤酵母 卡尔于心不忍 一脚踢开了小凳子 看着他慢慢挣扎 一点一点的断气 就这样制造出了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 他的暗杀手法非常的顶级 制造成意外 还不能让人有半点怀疑 就这样一位杀手界的顶级大咔 自己的前女友却遭到了暗杀 随后他找到了下达任务的中间商 一顿严刑拷打之后 问出了幕后金主的下落 但是在杀手界 却有一个不可触犯的规矩 那就是永远也不能打听顾客的信息 卡尔触犯了大忌 同时也遭到了所有的杀手对他的追杀 他来到女友闺蜜这里 安排后事准备去复仇 就突然杀出一个克拉夫 进入就拿斧子砍 卡尔一下立马就激烟 一顿疯狂的搏斗 全是蛮力 也没有什么技巧 最后卡尔一个大杯直接放倒 看来追杀已经开始 必须得快速找到金主 随后他按照线索 找到了金主的秘书 一套温柔的劝说之后 他得知了金主 原来是某个石油公司的老板 他正在进行非法开采 谋取暴力 不仅仅是卡尔前女友 所有调查这个石油公司的人 都被这个金主秘密谋杀了 而且秘书还给了他一个 中间商和金主的录音 原来这一切 也有中间商贪钱的黑手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 特种兵二兄弟到场 瞬间就把秘书打成了筛子 但是卡尔战斗力爆表 三两下就把两个人给放倒 刚走出房间 就被毒石偷袭 得回屏住呼吸 反手就是一个小暴击 随后又碰到了猥琐胖叔 胖叔只会发明 实战能力是一点都不行 不通一拳 给胖叔打得身体僵硬 顺便还拿走了他发明的致命OK崩 现在就只剩下黑寡妇最后一个杀手 他被派过来保护金主 这时卡尔也找到了他们 黑寡妇看他没带武器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 把刀交给了金主 让他拿走 回头就被卡尔打得无力还手 接着一个旋转大踹 一脚呼到了墙上 武功孤高还得用刀 但是黑寡妇没想到 这反而加快了他的死行 现在就只剩下了金主一人 他想用马尼来收买卡尔 但是卡尔现在不想要钱 他只想要自己女朋友的尊严 抬手咔嚓就是一刀 随后卡尔回到酒吧 把中间商和金主的录音给了胡子哥 胡子哥一听大发雷霆 哐哐哐就给了他一顿大酒瓶 看到他受了重伤 卡尔贴心的为他流伤 送给了他胖叔发明的致命OK蹦 果然刚贴上没两分钟 心脏就不会蹦了 胡子哥辛苦多年经营的杀手组织 被卡尔彻底的全部毁灭了 大胡子虽然很愤怒 但是他们情同父子 最后只是怒吼着让卡尔离开 卡尔转身就走了 但是胡子哥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其实他年纪已大早想退休 正好借自己爱徒的手 把他身上不干净的尾巴全部铲除 好了影片到此结束 下期更新不迷路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